就是這樣啦 其實就是蒜香骨 我們試試它二度在哪裡 到這個 剛才看到超棒 白白魚很大 很長 現在看起來好像營養均衡 如果這個換兩個炸豆腐 真的是炒車的極致 馬田出來了 看看我身處哪裡 康口村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剛才開一個Post 就問究竟康口有什麼食物 大家可以推薦壽司龍 行 我都知道 我都很推薦 因為其實將軍澳 大家應該都有聽說過 將軍澳是一個超級超級 商場的區 其實它是地鐵、商場、家 基本上是這樣走一條路 你就回去了 你是沒有地面的 這裡 坑口村就是因為村屋的關係 所以它隱藏了一些 大排檔、小店 在這裡 所以我們根據推薦 就來找到這間店 合時餐廳小廚 登登 我們進來了 我不知道應該叫什麼 坑口鴛鴦豆腐 蒜香二度骨 什麼叫二度骨 你猜 我覺得應該是梅鍋肉 最後面的 最後面那一台 那個白白魚炒蛋就超棒 然後再後面這一台 就叫了小炒 白白魚一票 白白魚兩票 白白魚三票 好! 我原本想叫那個 坑口鴦鴦豆腐 沒有了 所以就叫了兩個 好可惜 因為有這個琵琶豆腐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類似 我忘記了豬肉還是魚肉 跟豆腐搓起來 然後炸 那為何我們會來坑口呢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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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看到這個背景 你計劃一下 大家猜不猜到這裡是哪裡 這裡就是 清水瓶製片狀 你現在 我現在 看到嗎 今天來拍伏仇者 嗯 綠筆 綠筆 這就是對位 遲些CG呢 我就這樣 一下子 砰一聲 這樣 這樣 降落在這裡 到時候CG就是這樣 這幾點是什麼呢 閃字盒啊 蝙蝠盒啊 矮盒啊 死刺啊 你是什麼盒啊 我們上起個Fan為氣 看到嗎 我們真的拍戲啊 看下子厲害吧 哈哈 好啦 我們在一廠已經拍完了 好像沒有NG過 高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拍 拍背景 拍背景的嘛 我的背景沒有NG 那現在呢 就去三廠五廠 看到嗎 沒有騙你啊 嘩 嘩 看看我的Fan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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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多了啊 師兄 你要把這些樣子放出來啊 嘩 看不看得到 人都碰 他們感腦不感燃 拍什麼東西啊 快點啦 我不知道第二個也是這樣 閃什麼眼 不要浪費電了 收工啊 方法啊 看這些 拍什麼啊 看不看到 看不看到 演技 是兩張相片來的 COOL 很多電影啊 MV啊 如果你要搭場景搭set啊 就會租一些叫做製片廠的東西 那在裡面呢 就搭好一些景 那香港不是很多地方而已 之後呢 就要數到去什麼清水灣電視城啊 什麼邵視片廠啊 那些的了 那但是這個清水灣呢 就比較多外面的人租的 就是比較多廣告啊 MV那些租的 這裡就是坑口啦 那它就在旁邊 那沿著這條路上去呢 其實就是去清水灣的 好了 你組完了 剛剛那個呢 什麼蒜香二度骨 就是這樣啊 其實就是蒜香骨 我們試試它 二度在哪裡 你這樣看呢 以為條骨是打直的嘛 你反轉看 它是平時的骨來的啊 嘩 那面脆啊 但是味道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 到這個 剛才看到超棒 那條白白魚 超大條 超長 已經講完了 小條不是不好 小條會比較粗 因為骨的地方 硬的地方多一點 這個這麼大條 應該很軟熟 立刻來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猜錯 哇 哇 融在一起 但是好像小條 味一點 魚味濃 又很恐怖 這個我覺得我還有一碟 我發現我叫錯了 這個呢 都是其中之一個呢 我比較少會去 中式拆丁或者大排檔的其中之一個原因 好像我們這次這樣呢 我就叫錯了 我們這個組合呢 太乾了 就算它這個小炒王 如果它是真的有空洋 鴛鴦豆腐呢 就這麼大王 就錯得更離譜 現在看起來好像營養均衡 如果這個換兩個炸豆腐呢 就是炒車的極致 它們大排檔的招牌菜啊 各樣很特色的東西呢 很少是有汁的嘛 是不是 太春都是這樣炸的東西多的嘛 就是蠔餅啊 不過是焦鹽鮮油啊 它們大排檔最棒的東西 多數都是炸的 小炒王 那都是這些東西 豆干啊 腰果啊 韭菜花啊 蝦乾啊 魷魚啊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資訊 就看這個吧 丁丁 我們已經拍了 這樣吧 可以繼續吃 這個骨呢 我覺得是開發了我的新世界 平時那些一條的骨呢 骨在中間的肉在外面 那你拿它炸完呢 其實外面會很熟的 因為你要炸到那條骨中間都熟 那就會比較乾 因為外面那些已經炸得很急 但這個其實是三折骨來的 變成了它最後肉的地方 其實是骨頭骨中間 還是在那個肉的心裡面 就不會說要炸得很厲害 才炸透那條骨 骨吃起來呢 是肉比較多一點 正一點的 而且有多一點呢 咬到肉和骨之間的那些膜 那些東西的口感 吃完 喂 師兄 沒吃飯之前好像不是這樣的 你出來想了 嘩 這裡呢 好像西貢 這裡又有一間吃東西的店 剛才我們就是吃這間 那這裡是個牌片 然後這裡又有一間 這間是我們那個IG post上 有人推介的 如果你想吃西餐 那你就相信他了 不關我的事的 喂 我們來到富陵花園商場 其實在坑浩村隔離而已 如果我沒有記錯呢 這裡有一間舊式的麵包店 是挺正的 是我記錯還是什麼呢 香港廣西 新界東南 喂 攻南西北 你講完啦 再來我們來到 坑浩站 這個是厚德商場 即是領門 這裡我來過一次 挺有趣的 就是一個圈 裡面有一個圈來的 這個圈裡面其實是專賣食 是專賣熟食的 我走過一次 但是我剛才拿進去 好像已經轉了幾次了 哇 這個的樣子很美味 我想做一塊 還有燒雞 這裡有一間控陪材料店 有時候我都會來這裡買 私心推介 如果你是接受到我 非常推介大家 一個這個 彩虹椰汁膏 一陣一陣一陣 是椰汁膏 然後啫喱 我想問 其實水門 是不是好像公和豆品 總之是豆品 不叫公和的朋友 這裡就是這樣一個圈 看到嗎 兩邊都是店鋪 很多東西吃 雖然它很集中 然後很多店鋪 而且都好像幾好生意 但其實它人流 不是很多 而且以它輪轉速度 我猜是幾殘酷的 然後這間我沒吃過 就新開了 哇 拉布拉長 各位有沒有follow我的IG 話說我是有一個 這一隻壺 但是我弄不見了一個蓋 而它因為蓋是黑色的 是純黑色的 然後我就問大家 哪不應該買個 螢光式的水樽 然後這樣就不會不見了蓋 嘩 真的出了 最主要是蓋螢光的 你看 這東西引起我住的地方 是它的名字 切碎堡 不知道說不出這樣的問題 但是你總是覺得很不舒服 不是美食沙漠 這間東西好不好吃啊 OK的 有沒有人吃過 在下面可以說我知道 我剛才不是說 坑口是一個商場 連商場再連商場 你永遠不需要走到地面的一個地方 如果你知道我現在身處這個地方的名字 你會覺得很震撼 這個商場的名字 叫做年里街 只要你走到那邊 就是我們剛才的商場 東港城 右邊下去地鐵罩 左邊就會穿過這條線條 再去對面的商場 就是南風港場 基本上你是沒有需要下地面的 偏要下地面 我就不信地面沒有東西 地面會是什麼呢 登登 坑口集 恭喜你 所以我們今天呢 都來到這裡了 我們再一次來 多謝我們的會員 如果你都想知道 多些隱藏片段 還有 隱藏評價呢 就記得加入會員啦 就是這樣 我們來到這裡 多謝你們 拜拜 拜拜 哇 是不是很恐怖 鬼片